現在是8點52分 今天已經是4月21號2014年 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可以看到有五本書 今天晚上我去唐商書店 跟那個林輝帆一樣 林輝帆是去買那個 去買書的地方或陳維廷 喜歡去那邊買書 我今天只要買書 覺得各位可以看到 《丹代正義論辨》 這個陳維廷 還有《動情的理性》 這個錢永祥 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 還有《當代正義論辨》 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 像陳維廷裡面寫著這個 《公民不服從》的理論 然後這個《動情理性》裡面 有討論到非常多的管線 還有12篇論文 這個錢永祥 他是台大哲學畢業 他對於這方面 他在台灣的大學裡面 有多年教育政治哲學的經驗 他們會討論這種 關於像政治哲學方面的問題 所以像我們台灣這個時候 《太陽花》 學生運動時候 我們讀這兩本書的話 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就是說為什麼會政治哲學 為什麼當代政治哲學 跟以前的不一樣 尤其是錢永祥先生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就曾經參加過 保衛釣魚台的運動 他們對像對印海光先生 他們對印海光先生的政治哲學 尤其是海耶克 他們有批判式的繼承 當代正義論辯 像陳毅宗先生的話 是劍橋大學 他是台大電梯系畢業 然後去劍橋大學 讀社會學博士 他對於自由主義跟社會主義 有非常多的探討 當然說John Rose是最有名的 像我自己讀過的江多士 我讀一讀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不太了解江多士 在說什麼事情 也讀他的序言 所以我們這需要透過 學者他們對這方面的研究 江多士這方面的研究 其實各位比較覺得很差異 有一次我曾經參加台灣 學者的論壇 美國有名的一個學者 叫Donald Davidson 他是有名的哲學家 他在清華大學 做兩天的一種研討 研討他的學說 那時候我就看我們台灣的哲學學者 對他的著作進行研究 然後提出看法 其中我就注意到Donald Davidson 提品他們的時候 不太留情面 就是說他稱讚有一個 只有稱讚有一個學者 那學者讀他的著作很認真 讀過非常多遍 他認為這個學者英文非常好 這個意思是說他能夠了解他的學說 所以其實這些學者都是美國跟歐洲 一流大學畢業的 達到博士學位的學者 還對於了解當代的哲學家 他們還是遇到非常大的挑戰 可見哲學這個科目 也是政治哲學 John Rose 或者是其他學者 也許關於社會正義 還有自由主義上面的爭辯 我想是一個開放性的論題 他們兩個學者都曾經 花過非常多時間 我們在台灣社會學劇刊上面 就可以看到他們花過非常多時間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這兩本書無疑的是一種邀請 邀請台灣當代的讀者 也許像太陽花學運 正在台灣進行的時候 我們覺得去讀一讀是有必要 我們也會在未來的時間裡面 對這個動情理性和當代正義論變 進行慢慢的探討 當然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The Origin of Thesis Chelis達爾文 還有他的小英號 環球寒行記 這兩本書其實我都讀過好幾遍 但是我們讀的沒有到學者的標準 還是我們像全球軟化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讀這兩本書 我們可以了解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物種遇到的問題 還有我們現在 當代 尤其我們喜歡看Discovery頻道的讀者 他們可以了解全球軟化底下 我們看的視野跟Chelis達爾文 小獵群號 黃球寒行記 或是他的物種起源 差的非常非常多 但我們看到商務運輸館 現在已經漸漸有的書不出了 他們以前的有些小書是非常便宜 一買可以買一兩百本 現在的書比較貴 可能是他們很多是絕版書 其中裡面有很多 關於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的一些 族學家動物學家所做的一些研究 那研究是非常特別 我們在左邊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鷹先生的 鷹海光思想與方法 我們今天去壇章書店的時候 也看到鷹海光的全集 打開來給大家看 那像思想與方法 其實我多年前 1980年 80年我就開始讀 就讀很多遍 但是我不是很了解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他 給鷹海光一些重要的字句 鷹海光他是一個實政主義者 就是邏輯實政論 他自己說他自己是邏輯實政論 他認為感覺是真實的 然後一個命題的話 他必須真或假 必須可以有感覺 要來判斷真假 所以他那是非常特別 非常特別 雖然說鷹英的 2 Dogma of MJ是什麼 或者我們講 下美國的Donald Davidson 他們都對經驗論 有所欺品 或者是 Richard Roti 他們Post of Ticomatism 但因為有關於經驗 卻是 從Hume語講的 所講的經驗 所以經驗一詞 它經驗一詞 是包括科學在裡面 所以一般人 把它的 只限於說 Hume的感覺語料 是太偏小了 它自己定義 它自己是 包括 John David的 Experience John David的Experience 就是非常大 包括自然都算經驗裡面 所以一般人 對經驗主義 必須要稍微注意一下鷹海光 用經驗這一次 但他們引的句子 是把鷹海光 把它拉成Hume的傳人 我們注意到這本書 特別買過來看一看 我們當然是在 未來幾天 會進行探索 探討 其實是非常難 像我以前讀倫語學的時候 我就覺得倫語學非常難 倫語學是非常難的一個科目 尤其是正義理論 或是 前面講的 動情的理性 像理性是從Experience以來 就有探討 卷海光從年輕時候 對邏輯 邏輯學 它就有研究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看得到 卷海光 大學第二時候 有林鄭宏指導 他就歡迎過一本邏輯 後面的書 這邏輯學的書 是非常難讀 非常難讀 他從年輕時候 對這方面的東西 就有所研究 他可能一輩子 對這個言論自由 從大學時候 他就遇到這方面的 政治上面的打壓 所以他對這個政治哲學 非常的關切 我是吳季欣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提到我買的五本書 好喜歡那小姐說 我身上帶了兩千塊錢 剛好還一千八百多塊 還夠刷 其實這些書 有的書 我已經買過第二次第三次了 物種起源 還有小六全號 黃酒和行記 還有陰海光的思想與方法 這些書買了 不知道搬家什麼東西 就掉了 我們很高興 今天是421時候 大家能夠 用動情的理性 去陳永祥的標題 然後讓這些318學院的學生 在地險處 沒有什麼特別 刁難他們的地方 一個半小時詢問 就讓他們回家了 我是吳季欣 從台灣 新北市新店區五本三號 發出的報導 謝謝